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來嘗試使用比較緩慢的步驟來分享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個 RONIN M 影像穩定器 那這一個影像穩定器是我在國中會考之後我馬上就買了這一個 那那個時候是2015年才剛發表的這個RONIN M 那我就立馬把它買下來了 為什麼呢?當初我原本不是要買這一個穩定價 我原本是要買空拍機 但是我爸有一些就安全疑慮 他就覺得空拍機很危險啊 什麼怕我去撞人啊或什麼的 這問題一大堆 最後講好了原本是會考結束 空拍機是我的就是畢業禮物 算是會考畢業禮物 結果我爸就反悔 結果就不讓我買空拍機 我最後就買了這一個 DJI Ronin M 很好笑的是過了幾年之後 結果我爸媽就完全又站著我買太空拍機 我真的 反正就拍了很多很酷的影片啊 因為當時2015年那個時候才國中 要升高中很酷 拿著這個東西 拍了各式各樣各種的影片 不管是學校的啊或者是 外面那個時候還沒有接很多案子 但也有拍一些外面的案子 你只要拍影片的人通常 理論上都會有穩定價 那就感覺是必備 就有 Ronin S 啊或者是有那個 是 非 智語還是什麼 反正有另外幾個拍子 然後也有很多 反正就是有拍影片的人 通常都有穩定價 那這個穩定價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雙手來拿 然後你上面可以擴充非常多的東西 像我左邊這邊有擴充我的螢幕 像是 Ronin S 啊那種 如果你擴充螢幕 它就會這樣子突出來一個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個 拇指控 拇指控就是 這一個穩定價 專屬的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呢 哇 我記得當初買八千多塊還是六千多塊 反正有點貴的小小遙控器 但是 對我這個遙控器真的方便很多 你可以 開心的遙控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要Tilt Tilt Up 有的時候 那個濕力點不正確 手腕會受傷 所以 有這個遙控器的話 你就不需要 你就不用把整台穩定價這樣 Tilt Up 你就可以用這個遙控器 欸 輕鬆很多 那這個遙控器其實也有很多功能 就是 移動速度啊 就是轉動速度啊 還有一個 就是你可以 關掉 你的穩定價就會 朝向同一個方向 你不管怎麼轉 它就是朝向同一個方向 那你現在的話 你穩定價 你轉左邊 喔 因為我現在把它關掉了 等一下 好我現在如果 正常你往左邊 相機也會跟著往左邊 那 接下來 如果你把這個功能關掉的話 你往左邊 它的相機還是在同一個地方 這樣也可以拍出非常多特別的東西 那還有什麼 喔還有這個遙控器最大 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 有一個叫做Auto Tune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自己去設定 就是你如果換鏡頭 換配裝 換攝影機的話 Auto Tune真的超好用 你的設定全部都還在 只是它的出力 它的Tilt啊 Roll啊 跟Pan 三軸 全部都會自己去調整它的出力 那如果 還沒買這個遙控器之前呢 我全部都需要用手機來解決 這個App真的是 爆炸爛 在Android上面真的是爆炸爛 那個App Store 它只有一點多顆星的評價 真的是 全世界都覺得這個App超爛 但也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 算是很厲害 因為 這個App 可以設定各種出力 然後 現在2020 沒有它算 最後一版是2017年 最後更新 它現在可以調整 那個韌性啊 然後什麼 過濾掉一些 碎症啊 然後 反正多了一些控制 那當初 很廢 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 講到剛剛那個Auto Tune 之前 要打開手機連藍牙 然後連上 超級久 那這支手機是專門留給這個穩定家使用的 它完全沒有裝任何其他的軟體 非常酷 所以 RONIN專用手機 好我們把它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 要分享什麼 喔 今天的主軸 這些都不是重點 今天的主軸是 上面這一個 我新改裝的神奇把手 這上面這個把手 是我去攝影器材店 Keystone去 隨便 莫名其妙 改裝出來的一個神奇東西 因為這個 框框 這個外面的這個框框 八千塊 但是 你最好拿起來的方法 就是 這樣子拿 啊我通常 如果累的話 就是左手撐在下面 這樣子拿 那如果你要高一點 我就會這樣子拿 低一點的話 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上面充滿的東西 有螢幕啊有拇指控 這樣子拿 我站起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低角度的話 這樣子拿 其實 你感覺很容易 感覺好像 快要半倒了感覺 因為你 這樣子 不符合人體工學 你就是 隨時好像要踢到 所以你的 身體要彎很前面 然後 很容易讓腰 就是受傷了 忽然 有那個靈感 就是我看到 RONIN 2 有那個 上面這個 把手的部分 就是 RONIN 2 原本的架子 就有一個框框 但它的框框上面 有一個把手 我覺得 欸 值得一次 我原本想要買相機的 機頂把手 然後裝在上面 結果發現 它那個恐懼 真的是 很芭樂的恐懼 就是 完全不是一個 反正就是 不是正常規格的恐懼 所以 我還要 想辦法 然後改裝 然後我們 我就去 那個 相機店 攝影器材店 Teastone 然後 我們就 想辦法 所以我們這邊的 辦法就是 把一個 快拆板 反過來裝 然後把一個快 那個 相機的 快拆 夾做 然後把它 插在上面 上面放了 那個 那個 這個是什麼 導管 架子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反正這裡可以插那個 15mm的導管 然後這個15mm的導管 中間又多了一個 這凸起來 然後這個凸起來 又加了一個手把 反正就是 如果 沒有這一間 那個 攝影器材店 我根本就 沒辦法 裝成這樣子 這真的超帥 這個手把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不只 可以 就是 鎖在上面 你隨時你都可以把它拿下來 然後 還有這個 快 快拆板的這些 安全的機制 就是 卡到螢幕了 就是還有快拆板這些 安全機制 像是這個 安全鎖 我們就可以把它把手拿下來 那 這個 更厲害的就是 你隨時 你要調整你的 那個 那個 平衡 就是 那是什麼 平衡 平衡 你就隨時可以 往前往後 你去調整你 欸 你現在忽然想要 有一個 Tilt Up 然後 90度朝天空的畫面 你就可以把這個 把手往前 推一推到底 然後把它鎖起來 真的是 超級好用 那如果你 忽然有一個鏡頭 又往下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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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我就會拿這邊 這邊比較好拿 往上的話 可能 比較會拿到把手 然後 低角度這樣拍攝 反正 就是有這個 可以自己 去 調整的空間 真的是 超棒 還有什麼 我們先分享一下 為什麼 上面這個把手 我原本 原廠 Ronan M 他 就有一個把手 原廠 就有一個把手 就是你買 Ronan M 他就會 給你一個把手 跟兩根棒棒 就是 嗯 兩根棒棒 然後中間有一根把手 所以就是拿起來 差不多像這樣子 那 但是這兩根棒子 超重 然後中間那個把手 也超重 但是 我也不知道 我最後好像是 去年去 紐西蘭 我也忘記到底有沒有帶 反正 就中間那個把手 我怎麼找 都找不到 然後我去 官網 好像中間單純那個把手 就要 九千塊 我真的是 哇賽 到底是為什麼這麼貴 沒有包含這兩根把手 中間那一個把手 就 這樣子 一個把手 九千塊 到底是怎麼回事 詐騙集團 是不是 反正 原本省錢的方法 就是 我們可以隨時快拆 把中間拿下來 裝到那個把手上面 但是 那個缺點就是 沒有任何的螢幕啊 拇指控 你都不會跟著過去 就 單純穩定架 然後 相機 然後低角度這樣拍攝 那 接下來 啊 不是接下來 那我現在 裝這個把手之後 我就是整個 我們來 哇 等等 先把我的螢幕 調回來 讚啊 讚啊 好 我們低角度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 輕輕鬆鬆 tool up 完美 啊你平常拿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拿 真的是 超 超 優質的啦 呵呵呵 那 為什麼我可以裝這個 因為 我也買了這一個 八千塊 剛剛講的八千塊 這個框框 當初買八千塊的框框 哇賽 已經超級貴 但 我又再去國外 可能 B&H吧 買了這兩個 底下的指甲 就你可以讓 你的穩定架 就這樣站在地上 如果 沒有買這兩根的話 這一個 穩定架 你就只能靠在牆壁上 但是 靠在牆壁上的問題很多 就是你的穩定架 就會K來K去啊 如果上面有裝拇指控啊 什麼什麼 螢幕啊 你就會K來K去 很麻煩 所以 Yep 就買了 腳 然後這個 方框 對 然後我才能裝這個 一個歡樂的 把手 差不多就這樣吧 那我們分享拍攝畫面的部分 我就想說 全部都用 這個把手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把手真的是太帥了 如果用平常這樣子拿 因為 如果你拍攝你要穩定架 你一定就是 你會需要有 鏡頭的移動 就是 如果你沒有鏡頭移動 你幹嘛要穩定架 你就 然後 定腳架就好 像這樣子 但你上了穩定架 你肯定就是要 鏡頭的移動 那 鏡頭的移動呢 如果你要 有 很明顯的鏡頭移動 但又沒有前景的時候 地板 就是你的前景 所以 低角度 有這個把手來拍攝 低角度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啦 因為我也還沒有拿出去拍攝 反正我們就 拿出去拍攝一些畫面 來試試看 用這個把手來拍攝一些低角度 看看 欸 到底 拍起來 有沒有比較順手呢 還是 還是根本就是浪費錢 喔 忘記跟大家講說 這一個 神奇的把手這個組合 這樣子才五千塊 那個原廠的那個把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九千塊 他是詐騙集團 中國是要怎樣 把我 把我錢都 沒收 是不是 全部都搶走 是不是 反正這五千塊 我目前覺得 哇賽 真的是超棒 那 好啦 不講 不講 這麼多 屁話的我們直接 好 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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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Ronin M超级酷系的改装分享影片 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然后我会见到你下次见 BYEBYE 不要 詞曲 李宗盛